畫面來關注 隨著確診人數下降 各地夜市也陸續為解封 臺北市長賀文哲在昨天晚上視察寧夏夜市 來看防疫措施是否有落實 也實際拿起手機 掃描QR Code 用電子支付消費 另外在新北市的永和樂華夜市 還有臺東正氣路的觀光夜市 也在昨天晚上恢復部分營業了 攤商的都開心 表示樂見其成 但民眾也說正是悶壞了 要趕緊來偷偷洗 鹹水雞烤鴨甲餅 還有甜辣香酥的東山鴨頭 好久不見的夜市美食 在臺東市正氣路的觀光夜市為解封 人們壞了 找地方吃 三級警戒正氣路夜市安靜了好久 但店家求生存 民眾想透氣 七月一號有三分之一的飲食攤位 開張做生意 儘管人潮只剩下過去的十分之一 商家都覺得是好的開始 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新北市永和知名的樂華夜市 也從七月一號恢復營業 人潮三三兩兩 鹹酥雞 滷味灘都上工 等著消費者光顧 就算擔心群聚風險也要逛 實在是悶壞了 而率先微解封的臺北市寧夏夜市 經過了幾天營運 市長柯文哲也前往視察 逛夜市之前要先實名制 但柯文哲看起來不太熟悉 用悠遊婦似乎也有點卡卡的 不過疫情之下 柯文哲還是有他的堅持 有時候危機就是轉機 利用這個機會把整個 整個那個基礎建設 把他再做往上提升 華視新聞張知情 張道勇 陳軍藝 臺北台東綜合報導 對 對 對